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人怎么样保护他 爱护他 你才能够了解他知己知彼才能做对行动 那么这一堂课我采的教科书蛮杂的 就是等于是参考书了 也不是正式的教科书 其中有一本最已经作古了 灭绝了 就是这本我在1994年很斗胆出的一本 薄薄小小的图鉴 那已经有一些很多知识已经过期了 那后来其实上课用最多是这本 金鱼海豚图鉴 是猫头鹰出版社 里面的资讯蛮多的 全世界的金种都有 只是他的图有一些也不是很正确 那再介绍这一本最新的 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位金豚野外的海洋专家 叫金磊 他到世界各地的台湾很多地方都照相 照得非常好 那他其中收集了台湾常见的21种 台湾其实不止21种 但是这21种是最常见的金豚 有他们的这个图鉴做得也不错 还有一本非常专业的就是台湾金类图鉴 这是王月超博士 中英文对照 写得非常非常专业 那当然越专业的越大本的就价钱越贵 这本就上千元 那这本大概听说助教已经帮忙大家订了 对不对 一本大概100块左右 那我们这个通试教育 各位能够了解这些基本的 这台湾的最常见的21种 就已经够了在这堂课的要求 那有一些资讯呢 金鱼海豚图鉴 那我会放在讲义上OK 那下面还有几本书呢 比如说我早期最常用的是 Wheels, Dolphins & Purpose 这本图文并茂 我也联络了益轩图书公司 当时很多年前 快10年前进口了1000多本 那么一两年前听说还没卖完 因为一本要1200、1300 比较贵一点 但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 我早期用了非常多的图片 接下来还有一本 海中金鲤是National Geographic 他们出的有翻成中文 都是世界几个有名的大师 这些团队有大师团队 执笔从不同的主题介绍得非常的好 图文并茂 那么这还有一本蓝金志 这本书大家同学如果对古金史有兴趣 可以看看这本书 这只是黑白的一本大概200块左右 写得非常非常好 我从来没有那么感动到说一个历史记录 记录的书能够让我不会睡着的 叫大概是难得的一本 因为他里面的访问他花了三年访问很多的 补金的这些过去的这些老人 细细的技术他们的观察 观察里面就有很多蓝金的一些 不管是分类他的大小 他的生态 他的身体的结构 描写得非常的精彩 我就觉得这本书写得也非常好 给各位推荐 那还有一本也是很旧的一本书 Marine Memos 这比较旧了 是英文的 英文的 那这个Dr. Peter Evans 也是非常齐勞级的专家 这里面写得非常专业 这些给各位参考 好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讲分类 分类大家学过 中学的生物学 有没有戒 门 钢 木 科俗 接下来就种 今天要介绍种的这个阶段 所以我们常常谈到演化 这个生物的演化 如果谈比较聚观的 叫macroevolution 在这个角度就在上面的 如果谈到比较下面 种以下就microevolution 就谈下面 那么种以下 还有说同样一个种 比如人那个种住在不同的地方 住在美洲 住在亚洲 我们叫这个叫不同的族群 叫族群 英文叫population 那你如果是打鱼的 鱼业界就会叫 我去哪里抓 抓micronugia 就这个什么 他们的stock 他用stock S-T-O-C-K 我们一般生态学理论的 就写population OK 然后中国大陆 他们就会叫 种群这两个字 种群 那有时候到台湾 传到台湾来同样是中文 使用方式不同 又喜欢台湾我们又喜欢说写 讲讲讲讲就不同的种了 这就是最近中华白海豚弄得很热门 中华白海豚是跟大陆 大陆其实有好多地方 有七八个population 那跟台湾是同种 但是因为我们台湾很特别 所以很多人就说 我们这是一个special population special 一个特别的种群 讲来讲去群又不见了 有时候记者就写很特有种 就变特有种 其实特有的种群 也就是台湾的白海豚是特有的族群 那甚至因为太特别了 甚至上有些地方跟大陆的很不同 所以也有学者就在国际上 要称为是亚种 叫做台湾白海豚 不喜欢中华白海豚 要叫台湾白海豚 OK 好 这个以后我会再讲的更仔细 那我们来看看 界门钢木科 这边介绍到木 这一张slide是给各位介绍 我们如果谈海洋哺乳动物 有海牛 海狮 海豹 海象 请问你是不是把牛丢到水里 就叫海牛 也不是海狮丢到海里就变 狮子丢到海里不是海狮 那个长得差很多 那海牛 海象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电视 那不是的 在海里面虽然有海狮 海牛 海豹 它跟陆地上是决然不同的 它是真正的住在海洋里的哺乳动物 一般窄意的定义 就是完全住在海里面的哺乳动物 说得好 什么叫哺乳动物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是喂奶的 哺乳才会长大 那也就是有胎盘的 胎生的 这些东西就是像我们人 也是在这个下面 这下面有很多很多的木 像譬如我们家里喜欢的 这个小猫 小狗 就是食肉木 对不对 万一你家不小心 咚 好像一只老鼠 镊齿木 那金木也就是这样平行的 有这种猎齿木 食肉木 然后蝙蝠 蝙蝠的这一类的 那我们就有一个木 好 就在这个瓶齿下面有个海牛木 海牛是真的很特别单独的一个木 那另外食肉木早期下面有分成两个哑木 就是脚 就看它的脚 是像一般爪子这样可以打开的 还是这旁边有脯连起来的 或连到像一个棋一样 所以就叫棋脚哑木 但是最近我就把它画一个箭头 就是已经最近很多年已经提升到木 因为每研究一个动物研究多了 大家都觉得它很特别 就把它提升成木 叫棋脚木 里面包括海狮 海豹 还有海象 好 那接下来呢 猎脚木就是 本来跟我们应该每一关猎脚 大部分都在陆地上的 可是里面有两个种非常特别 其中一个 Sea Ota 海踏 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 海踏非常非常可爱 每一次住在岸边 他都用外国很多海草 像海带一样 很大的海草 他都常常住在海草林里面 生的宝宝 妈妈要去打猎 他们喜欢吃海产 吃的是贝壳类那些 妈妈要潜水下面去捞这些贝壳 螃蟹 小宝宝危险 他就用海草把宝宝这样缠着 他这样飘在上面 然后他就下去了 下去了 找到食物吃了又游上来 然后肚子翻过来 还会捡一个石头 把那个贝壳 螃蟹放到肚子 然后拿石头拼拼看看敲一敲 然后咕噜咕噜吃完了 咳就丢了 所以说以前水族馆要养这种动物 非常辛苦 要想见 每天都吃东西 弄得乱七八糟很脏的 人都要清理 要花很多精神 所以台湾的台北市动物园曾经想过 要养后来想想太 卫生太难处理 所以就放弃 好 最后还有一个北极熊很特别 这个北极熊当初会说 奇怪 北极熊明明不是在路上的吗 原来它也会打鱼 会下去 所以说在广义的海洋步入洞 有些人会把这个并在这里 为什么这样介绍 各位同学 你要是对这个有兴趣 每两年一次全世界的 Marine Mammal Conference 非常大 巨大 两三千人参加 这个会议里面就会包括这些所有的动物 除了金豚之类有海牛 骑脚类 海狮海豹 海象 还有海踏 北极熊都会在那边讨论 是非常盛大的一个研讨会 那我们这一堂课 重点就在这个 金木 让各位知道 金木跟它同属于海洋步入动物 它的朋友们 它的邻居们 还有这些 这些 这些 红色的 OK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介绍 金木 金木动物 里面包 金木就是一个大家族 好像石肉木 镊齿木 OK 那么这里面呢 它里面包裹 有长得比较个子很大的 还有个子比较小的 那所以个子大的一般呢 我们就叫做鲸鱼 什么什么鲸 个子比较小的叫什么什么海豚 那还有一类呢 某一个颗的个子都很小 就叫什么什么属海豚 所以基本上鲸鱼 海豚 whales dolphins 只是一个俗称 所谓俗称就不是很精准的 有一个界线 那大致你可以看到身材差很多 大约在四公尺的地方切开 这个是老师看的图鉴 大概抓一下身材 那学生物的呢 尤其讲到俗米一定有很多例外 所以大概就知道说 大约四公尺以上 可能叫什么什么鲸 比较多 四公尺以下就叫什么什么海豚 那其中一个属海豚是某一颗的 这是俗米 好 那么全世界的鲸都放在这里 各位同学最后一排也看得见的 这个子很大的就叫什么什么鲸 没有问题 这什么什么鲸 这个子像小小的就叫做 什么什么海豚 OK 偶尔就有例外 譬如各位看这有两只在这边 这两只个子好小 如果按照我刚刚的原则来讲 你应该他的名字可能是什么 什么什么海豚 对不对 结果你错了 这只很小的叫做小抹香精 小抹香精 真正的抹香精是在他的右边 很大吧 这只叫抹香精 这超大的 OK 待会我会再介绍更多 他长得一点都不像 他也不是他的儿子 这叫小抹香精 个子更小 这个叫朱如抹香精在这边 所以让大家感受一下 他的身材这是一比例来列印出来的 大小可以插到这种样子 好 那么各位如果再仔细看看 身材也不一样 有些比较胖 比较圆 有没有 那有些就比较流线型 对不对 好 全世界有几种 那关于种类呢 其实学者有的时候有不同的研究 有些是分裂派 有些是整合派 但目前呢 大约是90种 大约是90种 OK 好 那么台湾有几种删掉一些 台湾 台湾也不是只有小的 有大的 有小的 台湾也是 增增减减 增增减减 好 目前呢 我今天的讲义最后附了几张表格 目前是32种 OK 32 好 除以90 占几分之几 超过三分之一 对不对 常常数字呢 我都觉得有时候背的不清楚 也许我们在座的同学 记忆力比较好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记得 我们台湾的鲸豚的种类 多样性 占全世界几分之几 超过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在座可能没有感觉 尤其工学 文学 没感觉 好 我再讲一个 你们就可以知道 有没有人听说 人家讲台湾是蝴蝶王国 有没有听过 早年我记得很多日本人都到台湾来 采集蝴蝶 还有很多的蝴蝶加工品 都是台湾输出的 好 那么最近十几年呢 台湾还流行一种生态旅游 去赏鸟 有没有听过 为什么鸟这么棒啊 我们的鸟呢 其实多样性非常的高 那鸟有几种啊 有没有人知道 台湾鸟类大概六百多种 蝴蝶呢也大约六百多种 还有人说台湾的珊瑚礁鱼类也是多样性 真是美丽 很多人潜水潜的都不想回来了 最好能进化 能适应水里永远住在水里好了 那珊瑚礁真的很美 那这么美有很多的鱼类 以前我的老师 少广招研究员中研院 就我记得很多年前跟我说 至少有两千多种 哇 好棒 那台湾的蝴蝶王国 鸟类又可以生态旅游 那珊瑚礁鱼类有两千多这么多 但是这几种动物 它占全世界的多样性只占十分之一 这样听懂吗 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很多 很多动物种类台湾这么小 能够占到全世界的十分之一 就很了不起了 那鲸豚结果那么特别 占了全世界三分之一 是不是很珍贵 就希望大家记得 台湾的鲸豚的多样性 占了全世界三分之一 很可惜的是早年都被忽视了 因为早年老师小的时候 海边是禁区不能去的 都是军人都住国防 什么秘密都不能去 然后家长又怕我们去了 被淹死 去完了回来就挨揍 现在你们都不会挨揍 我们小的时候从小打到大 所以说我们对于海洋非常地不了解 就比较怕水 会游泳的人都不多 等到我长大以后 去美国念完书以后回来 要做什么研究 我以前研究的是鼠类 老鼠的鼠 研究那 你们觉得很可怕吧 像我家我女儿每次大叫 我都觉得她好可爱 眼睛咕溜溜 她很聪明 对不对 研究老鼠的学习 你不要小看她 她方向感超好比我还好 迷宫一下子走就学会了 好 那也就是说 我们对于这个动物 过去都偏重在陆地上的动物 对水里的早年是几乎没有人研究 我当时是在台湾 唯一的动物系就是台大 那念出来从来没有人教过我 鲸鱼跟海豚是什么东西 等到我回来以后 我想这外国都有 台湾大概没有吧 结果没想到就碰到了 一回来没有碰到了 以后我会再讲更多 在澎湖有杀海豚的事件 跑去了才知道台湾早就分两派了 不是蓝党绿等 而是陆上的人跟海上的人 陆上的人说 台湾哪里有鲸鱼跟海豚 你跟渔民讲话 靠海盛怀说 几海都是大家吃 经常在吃我就撒在那里 因为他在海里面上来 其实长得跟鱼也长得很像 很像一条大鲍鱼一样 你根本搞不清楚 所以说当时就下定决心说 既然是台湾大学的老师 又是动物系的 我们鲸鱼以前漏掉 应该要补上 所以我就开始进修努力的学 一路走过来也要退休了 我们看鲸鱼跟海豚 全世界列个清单 但告诉各位加起来大约是89种 我也就说大约90 反正89、90正负1、2 没什么关系 因为这个分类的事情 除非你要做分类学者就要很精准 要不然知道个概念 因为隔几年可能又变了 又加了一种又删了一种 那台湾这个数字我也是从以前28、29、30、31 现在32 大家越研究越精辟 就发现说它跟它不一样 所以现在大概是32种 那讲到后来最重要是大家要了解 须鲸跟齿鲸分成两 就是金木下面 讲到鲸与海豚 这个太不科学了 只是大的叫金 小的叫豚 这实在不科学 那要科学一点的话 一定就是要按照分类学 生物的分类学 剑门钢木科属种 那下面木下面还有亚木 科有时候还亚科 那在金木这个下面就分成两大类 两大类 一个叫须鲸雅木 叫齿鲸雅木 有的时候我都跟小朋友开玩笑 就说须鲸雅木简单的就无齿之土也 这个齿不是李毅廉齿的齿 这里是说没有牙齿的齿 那么须鲸它没有牙齿怎么吃饭呢 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嘴巴 这是一只须鲸 把它的嘴巴切开 切了这个肉切掉以后 你就看到这是对面 这对面那边就有一些毛 毛茂茂的一些东西 从上面往下掉下来 其实它就是一片一片的 金虚片累积起来 那金虚片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来看看你的手指甲 大拇指摸一摸 想像它一直变大变大 至少变手掌这么大 想像它变得就是说稍微硬一点点 其实我看到都是标本 活的时候应该跟我们这个差不多 这就是金虚片的质地 它是一种角质 角质keratin造成的 一片一片像这样子就在 就在它的嘴巴从前面到后面 有大有小 一直排下来 几百片 然后靠口腔内部就好像拿刀子 把这个界面削得这样毛毛的 那外面就很整齐 那待会有另外一张 那齿经牙木就是有牙齿 那这个牙齿也很有学问 不一样的种类 它的树木不同 有的时候形状也会有一点差异 就牵涉到跟它捕捉的能力 捕捉大鱼小鱼都有关系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分辨这个金种辨识 用的就这两本的参考书的内容 尤其是这个猫头鹰图鉴用的特别的多 好 基因木的鉴定 鉴定首先我们要找出这个特征 因为有人很厉害 现在AI都出来了 对不对 假如以后大家懒得认 就AI给他学一学以后 这什么种就AI告诉你 那如果你不要靠AI 要靠自己的能力 就要找出几个重点 比如说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体型 是肥胖一点壮一点 还是这样瘦一点的 它大小 这大小相当不容易 讲起来理论上很简单 你到了海上你看看 老远有一支船 这边有得到前面吓一跳 游轮 对不对 就是大小在海上会跟距离会有差异 接下来还有头的形状长什么样 身体上面的花纹跟斑 这个比较简单 一般人如果他身上有 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个金鱼身上有特别的花纹 或者颜色就比较容易认 背鳍它在位置是在前面一点后面一点 中间还有形状颜色 还有最后尾鳍的形状跟斑纹 尾鳍的形状我们的斑纹也很重要 譬如这边就简单介绍一下 你看看这个尾鳍 这尾鳍不同的种类 有些是往内凹的 凹的中间还有再凹下去 你注意看 那有些是这样先好像画眉毛一样 像凸出去这样子的 最常见像这样子 内凹这个是没有凹的 中间没有凹下去 缺颗这个是有缺颗的 背鳍你可以看到有这形状 最标准一般叫镰刀形 这个叫镰刀 镰刀形 那有些叫三角形 少数有只有一种 很特别住在纽西兰的 是圆形的这很特别 所以你看到背鳍圆的就是它了 但是镰刀形的超多 三角形的有比较少一点 那还有背鳍像这个特别耸 好挺好耸 几乎接近直角三角形的 这就是胡筋类 那胸鳍也有差别 有些很小一点点 那这几个都是比较大的 那也就像扇子一样这么宽 有些像回力标这样弯的 有些上面还有讲这个长流的 所以说你就根据这几种鳍的样子 大小也可以作为一个鉴定的特征 还有嘴巴很特别 有一类嘴巴有凸出来 尖嘴的 有些嘴巴嘴会不明显没有凸出来 那身体的外观 你可以看到这三支比一下 哪一支最瘦最流线形 最下面这个对不对 其实它很大这没有照比例 这支有十几公尺 这个只有三公尺多 你可以看到整体如果用出艺术家的眼睛 这样瞇一下看一下 这很清楚 这个是瘦瘦窄窄的 这个是比较肥的 就要讲大小 我刚刚说大致上我们分成三大类 大型的就十公尺以上 所以各位如果去东海岸赏金 坐的那个船就差不多十公尺 所以你这边看到金团说 就看它跟船身做一个比较 如果跟船差不多一样大或超过 那就是大型的 那如果一半就是中型的 那更小的就差不多 像我们两个人一样大 一个人到两个人 比这个姚明再高一点点 对不对 姚明听说两百是吧 212还有多少 OK 就是有一些还一点多的 还有比老师还矮的 我真高兴 我不是最小的 好 那猫头鹰图鉴这本书我很喜欢 假如以后我有能力出的话 它这个排版就会让各位 另外这是一个书跨页 下面有比例值 Pure 1 2 3 4 5 可以看到这一个就是15 这边15 所以说像我这个数字记不清楚的 我就是影像派的 一看到我就记得蓝金摆在最下面 正想考你们的 最大的就是它 那么它的身长大概多少 30再减掉一点 对不对 这样懂吗 你要说最大的有30 那它减掉一点 那小一点的加州那边有24 所以有时候人家在吵 那这24是不是又特别的亚种 又特别的种 吵来吵去 说这是小的迷你型的 那不管怎么样 这第一名最大的就是蓝金 排第二名的在这里 叫做长须金 待会我会介绍 不过请各位先看一下 它的肚子蠻白的 它的脸 如果你正面看 脸是有点尖没有错 不过你这里还是看得出来 假设它有脸的话 左边右边 请问你它的 现在你看到哪一面 看到右脸对不对 什么颜色 白的你先记在心上 它的右脸是白的记得OK 那这几只身材都特别瘦 有没有流线型对不对 所以注意一下很不一样 它在水里面游 好像一个小军舰 很流线这样走 这几只有没有 这两只特别肥有没有 又没有背鳍对不对 那还有一只也很大 这个是最大型的齿晶类 这其他都虚晶 虚晶特色什么 再说一次 没有牙齿 没有牙齿 筋虚片对不对 那有筋虚片 它吃饭大概怎么吃 适应咬的吗 用过滤说得好 所以它每天干的事情 就在海里面 张开大嘴巴 水这样轰轰轰进去 然后过滤 每天就这样进去 请问你它天生需不需要 很复杂的脑袋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你就相信 今天你各位那么聪明 这个如果有上帝的话 什么一定派给你特殊的任务 懂了吗 所以各位那么聪明 以后不要浪费 你的聪明才智要做点好事 好 所以说这些虚晶类 个性都比较温和 虽然它很巨大 可是它一般来说很温和 你不要惹它就行了 那么在海底的生活也很简单 什么事情都很简单 就好像那个牛吃草一样 满海也都是那种小小的浮游生物 就这样张开过滤 张开过滤过它的日子 那么这个上面这一支是齿晶类 最大齿晶类也有一叶 就是大概15公尺 那这个就是抹香晶类 然后它有牙齿是会打猎的 最喜欢吃鱿鱼以后会再多讲 好我们来看看大型的 这是跨叶的 这也是属于那大型里面有一些 有嘴巴有凸出来的 没有凸出来的 嘴巴很凸出来很明显的 这个就是有一种很有名的汇晶 台湾没有背饰汇晶 好中型的 中型的这边就是一叶可以塞两支 两支再多半支吧 叫中型的 因为它是一叶15公尺 切一半是7公尺多 所以差不多4到6再小一点 所以你大概知道 那中型的5到9的 中小型的一叶可以塞到 比如说5公尺以下3支的 那一叶可以塞到4支的 4支多一点的 这只给各位感觉一下 它大小的感觉 并不一定要背的 所以就是它这本书的 排版就是这样 所以我满喜欢的 好那除了身材的肥 胖 还有身材的长短身材以外 接下来就是它行为 你在海上如果看到的时候 它的行为很重要 譬如说它在海面游的时候 是很快速这样游 还是这样很优雅这样慢慢游 然后它是一大群的 还是小群的 不同种类 它的习惯不一样 还有它下潜的时候 有些会这样拱起来 背部特别这样拱起来再下去 就叫hum back 就是过去翻成坐头巾 其实它的英文就是把它的背要下去的时候 响起来 还有跃升急浪就是 跃出海面 开始砰跳起来打 有些在跳下来之前还会这样转 有些转一圈的 有喜欢转两圈 有转很多圈的 所以不同种类行为是不同的 接下来族群的数量 就刚刚讲的 在海面你看到它出现是都打单一只 一只带着宝宝 或者是四五只七八只 或者是十一二十只 或者几千只上到大群的 就跟人的个性一样 有些人喜欢呼朋引伴 有些人就个性比较孤僻 好 最后一个 就是大家注意一下七地 它是在大洋遨游 随便游大家都去看那个大平洋的中间 或者是至少离我们台湾 十公里 二十公里以外 在那边大洋遨游 还是它都会靠着 比较靠着边 比较在前海的地区 还是甚至于它会出现在 只有在河川有几种很特别 出现在河川的地方 要注意一下 有一些是专门出现在南半球 或北半球 有些专门出现在极地 北极 南极 你去到 你不要在北极的时候说 我看到某种是在南极 然后他就笑掉人家大牙了 OK 还有一些罕见特征 这个就很容易了 不过也很特别 一角筋 它的牙齿有个很长的 待会介绍 或者喷气 大型的鲸鱼它的喷气的时候 喷的形状是可能不一样的 那你就可以慢慢地看 好 那么全球在早期是85种 我刚开始教这个书的时候 85种 那么在2005年 我们两岸三地 那些金屯的学家 那时候鼓励交流 所以我就办了研讨会 我们坐下来 双方翻译的文字差很多 这个又念书的时候 他讲这个 我又不知道他在讲哪一种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把名词 翻译名词尽量统一 我们名词 这个你讲灰海豚 你讲了半天什么灰海豚 原来我们台湾叫做花蚊海豚 搞了半天 对不对 他讲了什么长嘴海豚 什么长嘴 我看每一只海豚嘴巴都很长 长嘴海豚 讲了半天就是我们的斑海豚 对不对 像这样子的话 就是需要尽量把名词统一 那么在交流上就比较有效率 那么最新的IUCN公布了89种 好 那么这每个种类 因为它是海洋的食物链最高层 又是很多人很喜欢 过去补金也是焦点 所以说在这么样的过程中 有很多的族群 有很多的种类 饱受威胁 所以在国际上 这是国际保育联盟 International Union of Conservation of Nature 它有一个红皮书有关鲸豚 列了这个有Extinct 还有Extinct in the Wild Critically Endanger 我们最后介绍中华白海豚 就是在这里 还有这不同的层次给各位参考 以后你看到一些动物 你有兴趣对牠保育地位 想要知道的话就可以参考一下 好 那接下来我们的进入开始 像老太婆国脚部一个一个介绍 大家就尽量听 听得记得多少算多少 不记得回去再去找资料和翻书 那很不好意思的 我们大概一两周后 会有一个鲸豚辨识小考 也就是给你一些图片 你就赶快写下这什么种类 OK 就这一关有一点痛苦 就希望各位加加油 那第一个我们介绍虚金雅木 虚金雅木下面有四个颗 这红色是比较重要的 这是电视上看到的 台湾电视上常常看到的 因为我常常看电视 就不是介绍这个就介绍这个 其他就比较少 这个是非常小 陆极金非常非常稀有 很少见 好 又回到这一张 这张是图件上介绍的 大型的虚金 大型的金屯 有人就用英文叫grade whale 巨金 grade whale是包括这全部 好 那么第一个陆极金 陆极金 陆极金再回来去看一下 就是右上方这两只 来 你说试看它有什么特色 比较肥 身体很粗 对不对 还有呢 没有贝奇说得很好 这两只都是陆极金颗 你看长得很像 但是不同的种类 这一个它的头前面就好像长了很多的藤壶 不是带花 藤壶知道吗 你们去海边有时候像贝壳 连在石头上的那个 附身在它身上 然后它附身都很有型 好像去理髮店弄完的造型一样 所以这种动物呢 它的英文的俗名叫做right whale R-I-G-H-T right whale 请问你各位 如果你来Discover 请你翻译 right whale 你要怎么翻 那这个right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 一些人说 在早年啊 这个原始时代也没有什么补金船等等 那些艾斯基摩人就靠海吃饭 哇 看到庞然巨物出来了 然后呢 要去抓它呢 弄那标枪 一标标下去 它当然很壮 不会马上死 那个标枪上有时候就算弄点毒 也要好几天才会死掉 可是要跟着它 免得它一般的动物啊 弄死在海里就沉下去了 那这一只这么巨大 这么圆 它的油超厚的 超肥的 它的身上裹了一层 它都住在北极啊 那一层油大概五六十公分 五六十公分 先生 小姐 这么厚 那它死了 请问你 它的尸首会怎样 在上面还是下面 在上面 对不对 第二个 它在游的时候你要追它 它这种身材游得快不快 大家都物理学的common sense 很好 游得慢 所以This is the right way for hunting 听懂了吗 Yeah 所以 我们台湾怎么翻呢 最早期的时候 有一位赖先生 台湾博物馆他翻译了 他就用陆籍经 意思就是说没有背棋 我觉得翻得很好 所以就follow 所以这样懂了 记得 没有背棋 陆籍 背棋是露出来的 好 那这个陆籍经有藤壶的 工头经没有藤壶的 OK 好 那它大小呢 这一张我觉得非常震撼 National Geographic的图片 这人 它个性温和 你下去跟它潜水 对不对 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那这个是它的嘴巴侧面图鉴看看 嘴巴像弯的 弯的 然后这边掉下来很多的金须片 好 那这个是从高空俯瞰 这个是从侧面看 从俯瞰 俯瞰就很特别 注意看这个背部的这个头的 就是弯弯的是很窄的 有没有看到 所以它好像下巴就很有福气这样 下巴很大很大很大 从这样包上去 头上的最上面这根窄窄的 有没有感受 这样包上去的 OK 然后它肌虚片超长的 可以看到这样掉下来 这就是陆籍经 鼻孔在这个地方 有几个孔 两孔 虚晶类跟我们一样 就是在演化的过程中 下个礼拜杨老师会介绍 它演化 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 我们兽类的型就像狗 猫 我们人类跟灵长类是脸变扁 鼻子没有伸出去 但是我们金屯类就好像上帝有个巧手 把这个鼻子的这个样的骨头 往上这样一直推 推到脑袋上 为什么 各位发现在水里游泳 像以前我每次头要抬起来 花式一呼吸我就慢下来了 对不对 我常常要跟他比赛说最好头都要上来 才游得快 所以在演化过程中 他把这鼻孔慢慢演化到顶上的时候 是最有效率的 所以可以看到他的鼻孔在这里 好 这是陆籍经 把他的肉全部扒掉以后 你可以看到这他的上额 上额 这是下额 上额是一个弓形弯的 记得这一点 然后他的筋绪片非常非常的长 可以长到4公尺 比这个天花板比这还高 OK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他会体型多么巨大 好 这两支都是陆籍经类 这是公头经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小陆籍经 名字取着长得完全不像 我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这样子翻译 他是有背齐的 个子比较小 世界上还蛮稀有的资料也很少 那灰经在这里 灰经也很特别 身上也有一些藤壶长得比较丑 乱七八糟的 就没有像他这样这么整理的很有型 那背上没有背齐可是有一些隆起 身上好像长得皮肤好像很不好 你看到好像这样花花的长得有很多的伤疤 或者是一些就是斑纹 那个这个藤壶就像长得烂丽头一样到处冒 这是灰经 那讲到还有一个特色 下面再介绍就是 这个灰经虚经 他们下面一个特色叫猴腹者 那这个我就先介绍灰经它的喉部有两条 这两个叫皱褶好像学生女孩子的摆折裙 这样折起来 折起来意思就是我要走路方便就可以打开了 这是灰经 那灰经很特别是 他因为都住靠岸 各位看一下 我们台湾在这边这是日本 下去 到了对面太平洋的东岸 就是加州这个地方 那么他们这种灰经就很喜欢贴着岸边住 那每一年都有长城的回游 从加州下面这个加利福尼亚湾这个地方 是它冬天在这边比较暖和 在这边交配生小孩 然后再回游慢慢慢慢到 到了这个春天的时候 就开始往北游游游游游游游到北极这个地方 那时候天气暖和在这边吃东西 补充营养把自己增肥到很多 然后在渡冬就是再回来 OK 好 接下来虚晶科 虚晶科是最大的一科 在我们整个虚晶大部分都是虚晶科 注意看这是他的头的上额骨跟下额骨 还记不记得我刚刚介绍的 路脊经的上额骨成什么样子 弯的 然后他的经虚片怎么样 超长的掉下来对不对 然后各位想到他下巴很大这样包着 他平常吃饭就这样稍微开开的在海面这样走 好 那这一个虚晶科你可以看他 很短对不对 像刷子一样上额骨是平的 身材你看右边这些他的成员 身材都特别的流线型特别的扁 所以这一类的游游游得很快 在古时候的普京人根本就追不到他们 只有一个家伙例外 你注意看这长得都很像对不对 谁跟人家不一样 是不是有一只不太像 他哪里特别不像 稍微胖一点 还有他的胸臍有没有注意 胸臍特别长 上礼拜就来我们台湾蓝宇在那边逗留了很久 有没有人不知道有没有人看新闻 一个妈妈带着小孩在那边逗留好久 我们派了三位从台北坐飞机坐了一趟又一趟 又花钱租船 结果只有傍晚照到了一些黑黑的影像 真是不容易 好 OK 这边Rocco就是虚晶科这三只 OK 三只刚刚讲的最大的就是蓝金 过来就是长虚晶 他的右脸是白的 OK 我们再看下面 好 第一个 第一个出现的是小虚晶这里面几乎最小的 最小的 个子很小 大概五六公尺而已 他的分布是很多的 你可以看到全球这海洋都有的 他的特色是他的头上面从高空看过去 特别的尖 我们有影片叫尖 所以他的学名有一个字就是尖的意思 acute acute 这个就是尖的意思 然后他的胸臍这个地方 有人以前翻译叫搞温晶 就好像会带笑一样 他胸臍上面有个白斑 一斑都有 但是后来研究都发现有一些种类 有一些地方的族群 应该讲族群也是没有的 所以就很不一定 不过大部分都是有 所以你看到这个 还有看他头上看非常尖的时候 那应该就是小须群 身材五六公尺 好 第二个长须群 我刚刚说叫你们看前面长须群的脸色 右边是白色 那这边看的是什么 这边看的是左边有没有 脸是什么 黑的 不是割据魅影才有男主角黑白脸 这个长须群 这是他很大的一个特色 还有一个特色 长须群 这怎么须老师一定写错了 是不是要胡须的须 我第一次出图鉴的时候 我写这个 回去编辑说周老师糊涂了 把我改成胡须的须 拿回来我把它改为必须的须 他又改为胡须须 弄了好几次 我说我就是要用这个须 因为这个须我经过考察问了很多人 左看右看什么地方须很长 第一个金须片他有很长吗 没有 刚刚讲须金科的金须片并不长 对不对 并不大 那还有什么须 他刚出生的时候 跟我们哺乳洞有点姻缘 脸上会有点毛 头上剩一点点 那也不是很长 那还有什么 我迷糊了半天 后来碰到日本的学者 问他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用了很多的日本的汉字 有没有听过 只要在座半天学日文系的 这个须在这里 不是我们中文的意思 指的是肚里的喉腹者 有没有看到他肚子下面很多的皱褶 特别的长 要懂了吗 所以为什么要用这个皱 必须的皱 表示他是肚子喉腹者特别的长 这就是长皱经 他有两个特色 喉腹者特别长 另外左右脸 黑白脸不一样 右边是白左边是黑 好 那喉腹者给各位介绍看看 上面这一支就是一九九几年 我有点忘了 在台南的马沙沟一个赛金 肚子很多 何复哲 这一支就是我们去今年的大年初 去年 去年初在台东搁浅的蓝金 台湾第一个正式的记录 正式有这个 其实补金时代是有 但是就一直没有标本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珍贵 这边好像有一个绳索被这样绑住了 所以那绳索也漂流很久 上面长了很多的藤壶 OK 好 接下来介绍 这棵里面是比较肥的 胸臍超长的 他的学名也就是有这个字 有这个字 所以叫做Mega Terra 就是Mega 胸臍大赤金 大赤金 那么Humbag 就是说他每次要潜水的时候 背后叫Humb起来 那拱起来再下去 所以是Humbag Whale 那电视上常常翻成坐头巾 有没有人看过 为什么叫坐头 我也花了很多时间 左看右看 什么地方像椅子吗 像什么座椅的头吗 看了半天不得其解惑 又碰到日本学者给我解惑 坐头这两个字是日本汉字 他的意思不是座位的椅子头 是乞丐的意思 很奇怪 日本的乞丐 我想说是日本乞丐 继续常常在那边弹琴唱歌 所以会不会是他的头 从某个角度看下去像那个琵琶 我猜的 所以各位我们就不要用坐头巾 上过老师的课以后就一定要讲大赤金 他的手特别的长 一飘起来跟你挥一手在水里面 非常非常特别 而且他的胸臂也有些白白的花纹 那最特别的是他的尾巴 这是他的尾棋 这样他要下去的时候拱 身体先拱 然后尾巴就翘起来 然后这样很优雅的下去 这时候你的相机赶快照照照 那每一个尾巴这个负面 你就发现到黑白黑白每一支都不一样 像我们的手蚊一样 所以这次在兰语逗留了很多天 差不多出现了四五天 好多人都拍我就一直看 没有一个拍到尾棋 难过死了 在2000年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在兰语也看到一支 那个我那时候是我们的研究人员 在上面就拍到了 所以那一张就很宝贵 继续给国际的专家跟他们聊天 他们马上现在国际都形成网路了 就可以对出说这一支叫什么名字 他在哪一年曾经来过 你看多么棒 所以各位上官老师课记得 下次在兰语玩绿岛玩碰到大赤金的时候 一定要掌握到他尾棋出水下来那一刻 那是非常重要的 就一直按下去 现在相机蒸好 你这样按着不要停 里面有电就好 好那接下来要齿筋 我们休息十分钟 接下来我们进入齿筋雅木 齿筋雅木的特色就是有牙齿 对不对 有牙齿 这牙齿有多有少 有大颗有小颗 首先介绍最大的就是抹香筋 他的牙齿当然就蛮大的 还有小抹香筋 慧筋等等这样下来 好 第一个抹香筋 抹香筋 有时候叫他大头大头 大头 大头下雨不愁 他的头注意看 从哪里 从这里 到眼睛在这 大概身材的将近三分之一 有没有 这头像大头连的鱼一样是吧 开玩笑 超大的底点 身上的皮肤好像有点皱褶 有没有 稍稍有点皱 不是那么光 不是那么平滑 最大的特色之一 他的喷气孔呢 他是齿筋 所以请问你 他喷气孔是一孔还是两孔 一孔 所有的齿筋 喷气孔 都是鼻孔到最后推到上去演化以后 愈合成一个洞 不仅是一个洞 而且他的还在最前端在这里 是偏左边 偏左边 所以各位想像 他在海上看到他的时候 他的喷气从他的左边 而且45度 不像一般的鲸鱼 都是震90度上去 以前我们想说画鲸鱼要喷水 其实不是喷水 喷气 喷气气这样一喷 在温带地区外面又很冷 就看到这样白烟 其实就像各位如果去爬高山的时候 你知道一边走中庄走前面 也是有一些喷气 他在温带地区就这样 那么看到抹香精往前45度一喷 捕金人就兴奋马上掉下来 他就说他在喷气了 我们赶快请来要去捕金了 这就是他 他的牙齿都只有下额才有 下额很大一颗 有时候差不多到一个手掌这么大 所以有一些过去的人 捕金人无聊都会做一些雕刻品 这一张图可以看 这就是他的头从负面 这是他的下巴很小一个 这上面 这个头长得这个形状真的很怪 很像船 又很像像不像棺材 所以他在水面游的时候下半截是沉在水里 所以上面就这样平平的出去 所以我们的余名都叫他棺材头 棺材头 所以这个 OK 那么他的头把他的肉都剥掉 再继续讲这个 这有个图 他下潜的时候尾巴也会举起来 这样下去 请问各位看这个 请问你他是向着你游还是背着你游 向着我们游 左边往前喷45度 他的头把肉剥掉以后 你就发现他的头盖骨是这样凹下去的 刚刚我们前面看虚晶记不记得 有一个是非常弓形的非常圆 有一个是这样平的 这个居然长得这么拐 像凹下去的 上面的牙齿没有 只有下额有这个牙齿 OK 这就是抹香精 凹下去就一定是装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在外面看他头臂没有凹下来 对不对 那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要不要猜猜 除了表皮肌肉以外 这里面整个装的都是油 油 这个油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下一周应该杨老师也会介绍 那古时候没有油灯的时候 能抓到一只抹香精 这个油可以卖好多好多钱 可以做好多事 好 接下来小抹香精一颗特色 长得跟抹香精完全不一样 要小心 他是有背棋的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看他的 看他的脸这边有个白白的 一手一摸被骗了 他只是一些白纹 而不是像鱼腮盖可以翻起来的 就是一个白纹 所以我们就叫做假的腮裂 小抹香精大家注意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假腮裂 台湾经常搁浅会发现他 但他个性超害羞的 所以在海上航行的时候 你要发现他并不容易 发现他又很害羞 老远老远他可能就沉下去躲开你了 小抹香精科下面有两种 一个叫小抹香精 一个叫朱鲁抹香精 这个更小 就我刚刚跟各位考说 当他身材很小的时候 你应该叫鲸还叫海豚 所以他曾经搁浅上来的时候 记者看到 我记者应该是海豚吧 吵了半天 原来他叫做鲸 看到小抹香精就 就把我上次登了 说他是抹香精的儿子 小抹香精这有几个特点给大家看 就是他牙齿是下面 这叫牙齿的formula 齿势 上面没牙齿下面是20颗 每一排一边是20到32颗 他世界发现的都是 sporadic 就是这边一点那边一点 因为都是搁浅的资料 而不是海上看的 那小抹香精的牙齿是比较直的 这个大概知道就好 那猪肉抹香精的牙齿是倒勾的 所以你从他覆面看 嘴巴也是这样小小的 是倒勾勾回去的 那台湾这两种都有 好 接下来第三颗叫做慧金颗 这个很特别 牙齿退化的很少 只剩下一对到两对 小的时候 老师小的时候很喜欢看那个布袋戏 有个叫哈梅伦奇的主角 牙齿都掉光只剩下两颗 所以讲话都漏风漏风的很可爱 那他也是这样 有一些是在嘴巴前面有一对 有一些是嘴巴中间 你可以看到这下颚 这边有一对牙齿 有一对牙齿 而且这个牙齿会弓的才很明显 雄性的 等他长大 譬如这雌性的就看不见 或他很小的时候也没有 那雄性的时候就长得很突出 然后就鼓起来 OK 那这个位置在他下巴的中间 就叫中会金属 中会金 那如果不是在中间就没有中这个字 这样让大家大约知道 那再回头问 如果他的牙齿是男生才有 女生没有 请问这个牙齿跟吃饭有没有关系 要有关系女生就饿死了 对不对 那没关系是干嘛的 打架求偶展示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雄性的身上 你看到他身上有没有伤 有没有看到这伤 然后你拿个尺去量 这两条平行线的距离 就跟他的头上这样两颗是一样的 所以他这个男生就可以用想象的 男生打架的时候就这样 哇 用牙齿两个像斗 这样挂过去 OK 慧琴柯 好 他的大小呢 这个中型的 中型的这个五六公尺 各位看他的身材 很多种就不用都背了 台湾也没有那么多 我想给各位看看他的身材 各位眯着眼睛看一下 身材像什么 有人说像雪茄 像吗 像鱼雷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他的背臂跟胸臂是不是很小 所以记得眼睛一眯一下看 胸臂背臂形小 然后他的胸臂呢 我以前看过的是在胸这个地方 袭这样凹下来 这个地方好像一个凹下去 胸一贴很漂亮的 就一个smooth的线条出去 要不然我手一放 你看很明显的凸出来一块 他那个就是一个凹槽 好像那个刀翘一样 可以这样放上去这样很平滑的 所以他的身材非常平滑 没有什么凸出 那么他的很会潜水 各位同学 牙齿很少 他吃东西不是靠牙齿抓 他是吃鱿鱼那一类的 滑溜溜的 那怎么吃呢 靠吸的 所以他的嘴巴不用很大 出去看到这样 一直吸 这样吸过去 OK 然后他潜水 鱿鱼常常会在比较下面 他潜下去 他身材这样很容易潜水 所以也是很会潜水的 另外一种叫科式汇精 Cuvius big whale 这在台湾非常常比较常见 就是每一次搁浅里面 汇精最常见的就是他 他的牙齿在最前面两颗 真的是Harmelan King 在这里 OK 好 科式汇精 这个颜色化的 我说的那本书的缺点就是 颜色常常不太对 这本是感谢余欣宜 我以前的学生余欣宜博士 他在海上非常难得的照片 这张非常漂亮 科式汇精 好 接下来这只是各位看看 这个就不方便给各位了 所以你们讲意上没有 但就是上课秀一秀 那个博士中汇精 记不记得我刚讲中汇精的意思 牙齿在中间 所以你看他嘴巴是这样 牙齿在中间 那这个中间那是牙齿 如果你拔出来看这个 他的齿根是很深的 这下面是埋在肉下面的 埋在这边 露出来只有上面这一点 这是博士中汇精 博士中汇精的特色是 他的英文学名叫Densyroestress Densy Dance 就是他的骨头很重 他这个嘴吻的骨头很重 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去 我们在台博馆有展览 像那个你一拿 像我们女生的脚突然就觉得很重 有些那就很稀疏 里面骨头就很轻 所以这个头就特别的重 银杏齿 他的牙齿长这个样子 非常宽扁 你看像不像一片银杏叶 很像吧 所以叫银杏齿汇精 好 接下来进入海豚科 海豚科有人说是鲸豚这个分类的垃圾桶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很明显特征的 这边分一群 这边分一颗 这边分 分到后来剩下来的 很难分就就放在一起 他里面的差异性很大 叫海豚科 主要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 所以里面有些用雅科来称 一个是圆头的 一个是尖头的 就看起来很简单 头后没有凸出去的 那嘴会不明显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种类 就到这来看 好 第一个黑金类 各位注意看 他的英文名字叫做Blackfish 又来了 各位同学 如果你去discovery去翻译的时候 Blackfish你翻什么 黑鱼 各位去注意看 都在翻黑鱼 所以上过老师课 下次你要翻 这哪是鱼 鱼不是哺乳动物 对不对 它是冷血的 靠腮呼吸 我们哺乳动物是靠肺呼吸 所以你要翻成Blackfish 翻成黑鱼类 懂吗 那身材都黑黑的 好像圆桌武士一样 其中最好认得这一支 大家都认得最喜欢他的 就叫虎鲸 或者Killer whale 杀人鲸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介绍Killer whale 杀人鲸 刚刚以前我早期都是帮他喊冤 要告诉各位 这一种种类 他是鲸屯界里面 最有家庭观念 最忠实可靠的 他的儿子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妈妈 也不会离开他祖母 是不是比你们孝顺 你们结婚就离开爸爸妈妈了 对不对 他都一辈子三代四代同堂一直在一起 所以说他原来的意思应该是 whale killer 就是他是鲸屯里面 唯一会去捕猎其他鲸的鲸 听懂吗 whale killer 他到过来就是killer whale 虽然说他对他家庭忠诚度很高 可是他们是最会打猎的种类 所以我们翻成像海中的老虎一样 就叫虎鲸 那他很好认黑白狼君一样非常漂亮 所以我看看所有黑白色的动物 好像都很讨喜对不对 像熊猫这个对不对 像我们的黑熊 胸部有个白白白白的对不对 所以以后我要多穿点黑白衣服 好 那个男生女生的背脊差很多 注意看这个横挺的三角形 将近可以四公尺高 四公尺又比这个 这个还高 比这个教室 这样子的话是男生 如果女生就可以结一半是镰刀形 女生或者小个子就是幼体那就是镰刀形 他的胸臂也非常宽大圆圆的 很有力量 所以在海里面要转方向的时候非常有力量 他可以maneuver maneuver非常非常好 那我们常常看个体的辨识就是 看他这个眼睛这个 这不是眼睛 眼睛是在这附近 在这里 在这里 OK 上面只是一个白的圆 圆形的斑 那么有不同形状 甚至你仔细看 他这里面的凹缺里面有小点也不同 还有他的背棋这个叫做鞍布 就爬山的鞍 好像坐马鞍一样 这一块的颜色形状也不同 所以各位如果看到他就尽量照相就对 那这些照相都可以当做个体的辨识的一些证据 好 接下来介绍胃虎金 加了一个胃就是false 就是他不是虎金嘛 他是假的 但是他也蛮凶的 所以各位只要在海里面看到 有什么虎金的小虎金 胃虎金 就千万不要想随便跳下去 跳到水里 他不高兴 他们是有劣食性的动物 然后曾经早期有人翻成你虎金 用你 那我就觉得说 他明明英文是false 所以我就改成胃虎金 他全身黑溜溜的 太阳一照 有时候发出一种光非常漂亮 所以有人形容他是一种圆桌武士 你这样的感觉 那背棋是镰刀形 胸棋很特别 注意看 有一点弯弯的 我形容他的胸棋像鸡腿像不像 肚子饿的想想 这以后精种辨识的时候 这些都是特征 全身都黑黑的 OK 这牙齿 好 小虎金 又来一个小虎金 他的这个胸棋就不是像鸡腿 很正常 可是末段是顿的 而且年纪大以后 嘴巴这附近都会变白白的 这是小虎金 还有注意看他的披风 什么叫披风呢 来各位看 这个背棋下面 这有一个比较黑 然后会有一个界线 好像这个超人 蝙蝠侠 披的这个披风 超人披的披风 我看前面这个 卫虎金就没有 这整个很均匀的颜色 小虎金有一个披风在这儿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 还有一个刮头金 也有披风 他的披风 看这个是这样掉下来的 有没有看到 好 掉下来 他的胸臂也不是像鸡腿 是像正常的 像一个刀子匕首 但最尖端 最末端是尖尖的 所以这有三支 所以各位到时候 考试注意一下 卫虎金像鸡腿这样 小虎金是正常的刀型 但是是盾头 然后刮头金也是刀型 这个是尖头 那刮头金的嘴巴也是老的 你说也会这样白白的 好 这三支放在一起 各位回去就自己看一看 好 那么2011年 桃园割险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马上来 一只黑溜溜的在那边傍晚 记者在旁边等 来大家看这什么种类 对啊 我就赶快叫大家照相 照了胸臂 身材 说得好 刮头金 都不是很常见的 后来再仔细看看她的头 你注意看 这头这个看得出来吗 像不像木瓜呀 我终于懂了 后来就是这一次看了 很像木瓜那个样子 我们有点要吐起来 OK 好 接下来一个更有趣的头 这一个种类从下巴往上看 像菱形的 从上面看头是这么圆的 是不是很怪異 看谁又喜欢学雕塑的 做一个雕塑可以照这样 不同角度看起来形状不同 那么她的最大特色是 她的背棋非常扁很宽 就她肌部的宽度 剩余她的高度 要不要看到 肌部比较宽 然后胸臂是这样弯弯的 像回力标一样 这个叫做领航金 以前曾经传说 有船要入港的时候 她会带着船进港 叫领航金 那因为在我们温带地区 各位看这个分布图 在我们温带热带地区 这个胸臂是比较短一点的 所以我们就叫短支领航金 那如果看这个比较长 明显长很多呢 就是短支领航金 这个是短的 那长支领航金在下面跟她比较 相对就长很多 那长支领航金住在比较冷的地方 台湾这边应该是没有的 这是短支领航金 那么长支领航金住的地方 你可以比较看看 住在北极啊 靠近南极南半球的温带地区 OK 长支领航金 接下来我们看凯屯科的尖头类 头盔像尖尖突出来的 像这支是我们台湾的 热带斑海豚 那么嘴巴呢有宽一点 细一点 长一点 短一点 或者要注意嘴巴的尖端 是插着白口红 还是黑色的 用口红形容不是红色 反正就是白端是白的还是黑的 OK 大家注意这一点 这些是各种样子的 都是很正常的海豚的形状 都嘴巴吐出来的 来我们介绍 另一个真海豚 他的俗名叫Carmen Dolphin Carmen的意思是说很常见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铁达尼浩》这部电影 在座很多没看过 太老片子有同学点头 铁达尼浩让年轻人最感动的 就在那个船头 女主角在前面 男主角在后面抱着他 撑风这样子 风 哇 好模伴的一个 好美喔 对不对 我们你们都只看到 一般人看到男主角 女主角 我就看到前面有海豚在跳 要是我要考试 我就把它截下来 金种辨试 那个在欧洲 那欧洲当初 这是最早被认出来的一个种名 是林奈定的他的种名 也就是在那里 欧洲非常常见 你传出去他就很喜欢 他就很喜欢在船前面这样跟你跳 所以Carmen Dolphin 他特色就是他的身材的侧面 有一个漏斗形的 人家叫漏斗形 有没有 就是那个计时器 有没有 像漏沙斗 巴 也可以说道写的巴 有没有看到 巴 这个颜色有时候没那么黄 就是淡淡的一点点黄这样 所以你要看到这个 这个像八字形的这个花纹 就是蒸海豚 他出现都是成一大群的 我们台湾的东北角 现在开始了吧 春天 春天他常常会经过台湾 好 第二个 最常见全台湾四周都有的 叫热带斑海豚 他的特色就是我刚刚说的 白口红尖端 常常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就是白色的 那年纪大的时候 身上就有很多的斑点会出现 就叫斑海豚 但是年纪轻呢 刚生下来的时候呢 就没有这些斑点就更难认了 更难认了 斑海豚 这是在热带 环太平洋热带的地方都会看到 热带跟亚热带 接下来长吻飞旋海豚 这原字可以不要 飞旋海豚 观音这名词也翻译了好几次 有不同的规矩 所以说我今天时间有限就不多讲了 那飞旋海豚的特色就是 他是顾名思义 他出海面很会炫 一次可以炫很多圈 待会我们有影片可以看 那么他的嘴巴的尖端是黑的 你可以看到是黑色 他的身材特别的瘦 流线型所以我就称 我个人称他是海豚里面的照飞燕 身体非常轻盈 出水面 哇 转转转转转 实在是好看 这就是飞旋海豚 这个图画得不怎么好 也没有这么明显的对比颜色 来看看我们台湾的 这是很有名世界的 Phil Fulken画的图 那我们台湾的是在这里 很明显 好像张大迁拿着这个笔墨画 画三层 最上面一层 沾了墨 一前 然后沾了墨淡一点 再沾了墨 对不起 没沾墨 应该第一笔 连续的第二笔 第三笔 下面就没墨了 这样三层 好像画三层 就是飞旋海豚 接下来平米海豚 这是海洋界里面 金豚界里面最聪明的 最后表演的水族馆的大明星 他的英文名字叫Bottle Nose 也就是说好像各位喝酒 或者是要喝汽水 那个瓶子你手架一握的感觉 所以他的嘴巴就差不多那种感觉 那么粗 比较粗一点 就是这个地方 Bottle Nose Dolphin 身上的颜色其实是很均匀的下来 也没有这样明显的分层 是很均匀的 那么身体整个来说 比其他海豚粗壮一些 那接下来 印太阳陀海豚 Indo Pacific Humbug Dolphin 因为他出现都在印度洋太平洋 可是这个名字 他其实就是中华白海豚 如果你用学名的话 因为他第一支标本在 在这个广州珠海被发现 所以他的命名就会有个Tinensis在后面 学名Tinensis 所以就翻成中华 他是一个非常靠岸 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靠岸 住在前海的地方 所以因为跟人类很近 所以命名也就坎坷 这个颜色也是Terrible OK 打叉叉 来我们看一看 这他照片就比较像 他刚出生的时候 年纪轻的时候是这样 灰色的均匀灰色 慢慢退退退的 就有些斑斑麻麻的 然后黑的点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最后老的时候就 就几乎接近全白 或者是有一点点粉红色 有一点点粉红色 就是印太陀海豚 Indo-Pacific Humbug Dolphin 或者叫Chinese White Dolphin 都可以 好 接下来最后介绍 这个福射海豚注意看 他的分部非常非常的窄 刚刚白海豚是很窄的靠岸边 福射海豚是在大洋 可是在非常热带的地方 所以各位想看这个去台东 比较有机会 那么他是过眼的有个黑带 好像蒙面大道一样 OK 嘴巴这样一点点突出来尖尖的 胸臍也是很尖很细的 这就是福射海豚 Phrases Dolphin 这是我们台湾的 我以前的学生夜见晨照的 这也是画的 好 还有一个 这是我们台湾常见海豚里面 稍微个子大一点点的 嘴巴没有突出去的 刚刚前面介绍的都是嘴巴突出去 记得看这个嘴巴是没有突出去 身上背鳍鳍相对的都很大 你瞇着眼睛都看得很清楚 不会miss掉的 这就是瑞士海豚 因为他身上很多的这个花纹 都是常常打之间打架刮的 然后大概皮肤不好都不会复原 所以越老的伤痕越多看起来就越白 所以我们又叫他花纹海豚 这就是看到没有花纹海豚 这就是海上罩的 我在猜他打架一定冲撞刮的地方背鳍 这是主要的 胸鳍前面这地方常常被碰到 所以你看到这边就特别白 OK 好 接下来换一颗了 海豚科终于讲完了 海豚科特别的多 接下来属海豚科我讲了 个子都很小 全世界有6种 现在变7种了 其中在台湾这里有的很好认识 没有背鳍的注意看 没有背鳍的个子很小 跟老师身材差不多 或者还要再矮一点 这个叫做fineless dolphin 没有背鳍 所以早期翻成陆籍属海豚 现在也有说在用 那江豚是因为在我们的古书 5000年前在长江 就在古书中出现 就用江豚在形容 我早期很拒绝用这个字 因为我都被他骗了 我想到海豚应该住在海里 怎么是江豚 原来这个种类 有一些族群住在长江 有一些族群住在海里 真是很复杂 所以根据历史 尊重历史的话就叫江豚 那么喜欢简化也可以叫江豚 那根据英文的fineless dolphin 就叫做陆籍属海豚 注意看一下 他住的地方也是跟白海豚一样 很靠岸边看到没有 红色这个地方整个印度洋 太平洋 但太平洋这边在长江 这附近很特别切开 有一个族群住在长江里面 现在已经挑出来 说是特别的独立的种 然后住在他北边的跟南边的 他的背部没有背脊 那有宽窄不同的粗粒的颗粒 所以又分成可能是两个亚种 所以说蜀海豚科 就因为江豚裂开了变两种 所以就变成了可能七种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图是日本的一个学者画的 这宽脊的江豚跟窄脊的江豚 我们来看一下背部从上面 秒看 有没有看到 这个很宽对不对 这个很窄 OK 所以说这个住在比较北边一点 这个住在比较靠近 我们南边 我们台湾的马祖很特别 这两个都会出现 两种会出现在一起 这就是研究的精华的地区 接下来这个看 这是水族管牌的 非常可爱 就这样头猿云跟白金也挺像的 这小宝宝刚出生 OK 好 接下来换一个台湾没有的 在北极的叫翼脚金科 这里面有两兄弟 一个白白的很漂亮 大家都喜欢 一个长得实在有点丑丑 可是有种怪异 翼脚金科的代表就是他有一个脚 其实脚是他的牙齿 不是像那个鹿什么的脚 他的牙齿 雄性的呢 他的嘴前面一般来说有两个牙齿 其中一只牙齿就特化 一直长长一直长长 越长越长两三公尺 两三公尺 然后重达十公斤 各位同学 十公尺你抱的 所以挺有重量的 所以你就想像 假设想像你的头有个牙齿 长得十公斤这么长 你平常这个头这样顶着 是不是很累啊 所以他头 他的头的形状 如果你要喜欢研究骨骼学 就特别的凌寻 就是让他附着很多的肌肉 这个翼脚金 然后雄性才有这个牙齿性没有的 这个是 也很有趣 还有一个故事 我看有没有时间讲 没时间讲 好 故事不多讲 来 这就是他的牙齿 好 接下来他的兄弟 大家都很喜欢的白金 知道吗 我们海参馆有对不对 海参馆 好可爱 他头那个前面会这样 越老这样会突出去 你手这样一摸这样 按一下会冻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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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的 海中的金丝雀 所以他发的声音很好听 有各式各样像鸟叫一样 这就是白金 就是他非常的聪明可爱 住在北极 好 最后一颗 淡水屯超科 超科就是说在科以上 我常常也在逻辑上 我也想为什么不倒过来 科以下分雅科 可是这些学者就认为他们都很特别 每一个都要一个科 所以这两只 这一科两科 这个一科 这个一科 加起来就四科吧 四科 好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白鸡屯 就是唯一的鸡屯在人类的冲击之下灭绝的 就发生在长江 长江曾经有这个叫做白鸡屯 白鸡 那么这一类的住在长江 你看江水是很浑浊的 所以他的眼睛就没什么用 一般来说都比较小 然后嘴巴长 他的胸臍都比较宽 因为他需要转弯 有的时候要活动俐落一点 所以这一类的都是眼睛很小 胸臍很宽 那第二个在印度 有恒河跟印度河 各有一种 那么这两个加起来就同一颗的 就恒河臀颗的 这里面就各有一种 你看他的牙嘴巴很特别 有没有看到像爆牙 像爆牙 前面白鸡屯还比较优雅 前面白鸡屯是这样 有一点点一点点微微上弯 这样比较smooth 流线型 那么这是硬河臀 恒河臀嘴巴很长像爆牙 接下来是亚和bottle 大家如果去亚马顺 这个河流域去玩的时候 就可以去看找这个bottle bottle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雏群 那么他嘴巴也是很长 胸群像扇形 这是bottle 背群也是这样矮矮都不是很高 因为他们身体在转的时候 河水有些地方很浅 这个超科呢 淡水屯超科里面就一个种很特别 拉河臀 他不住在淡水 住在海边 真奇怪 他是住在靠近这个严禁海 在南美洲的东边 那么胸群很大 眼睛很小 他的嘴巴很有意思 小兽伸出来的时候很短 越长越长 不是他说谎话变长 是越长越长 OK 好 最后几个给各位参考 就是这一张大家要留 在东部 我们东部各位去赏金会常见的 五种都在这边 你回去自己复兴一下 然后这是照片 然后大部分都是我们研究室拍的 那么东部偶尔会 偶尔会见到中大型的 就主要这三个 虎金也是平均到一年出现 将近一次 抹香金每年一两次 大赤金 从我跳进来研究以后 哇 很少 但是最近好像开始春天 就现在有时候会出现 OK 好 这个就是东部常见的中大型的虎金 火香金 火香金 大赤金 这虎金 这我们研究室在 2000年的时候海上 我们坐的船都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简单的真正的渔船 然后女孩子在上面就像大陆妹一样 非常辛苦 连厕所都没有 那时候是这样子一路走下来 看到虎金那一天所有的人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数位相机 都用真正的相机 所有的胶卷一二十九全都给我杀光了 回来以后看他们 我那天没在上面 那些助理学员好像神魂颠倒 被谁勾去了好久 非常非常兴奋他们 好 这是Spermwell Spermwell是春夏天会经过台湾 就我的经验呢 大概是公的就很大 大概有15公尺 大概就是春天四五月的时候会来 到了六七月的时候就会一群来 个子小很多 都是女生 女生带着小孩一起来 他们基本上相亲很特别的 男生跟女生 没有说他有分成五种群 有一种就是已经征服了一堆老婆 叫做Haren 就是像王公 怎么翻Haren 就是一个好像皇帝一样带着一堆太太 就会有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被接受 你就打单像Bachelor单身汉到处流浪 所以就是这样 这是Humbugwell 这一章就是2000年的时候 在蓝鱼岛 前面我们那个当时林文吉先生拍的 非常非常感谢他 那这次就没有拍到 拍到的时候都黑黑的看不清楚 好 刚刚介绍东海 就像我们台湾海峡 也要认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种类 台湾海峡之宝 就是白海豚还有江豚 OK 后面列给各位的一个清单 全世界的所有的名字 这是根据IWC 就是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 以后会介绍国际补济委员会的一个清单 然后有中文的翻译 然后台湾有没有 Yes No 就是放问号 就是有点问号 给各位回去参考 OK 然后这个是我以前的图件 就是我们有什么叫检索表 各位同学 检索表这三个字啊 就是你在学分类的时候 要辅助人家看到一个标本 要去追查 它到底是什么种类 那有好几种写法 至少有三种三类的检索表 我就用了一个就说 你拿了这个标本 你看第一 首先问1A 1B 有两个气孔 一个气孔 如果两个气孔 就去2来再继续找 如果是一个气孔 就走8 直接跳到8号下面走 这样就慢慢就找出你要的 那一种叫什么名字 那另外一个就用画这样子 这是于欣英博士 他以前画的 譬如你看他用体型都可以 就看你又要用什么样的特征 体型小的大的先分开 喷气呢 这个喷气是双柱喷气 还单孔的 那个纹明显不明显 印象这些不同的特征呢 所以他慢慢就会导引你去找出 这只叫什么名字 所以各位自己在家练习 台湾常见的呢 我希望这些台湾的这些种类呢 各位在家是好好的研究研究 OK 今天的这个基因团种类的辨识 就介绍到这边 不知道你记得几种啊 掌握这些原则 回去上网自己也找一些图片啊 照片啊跟影片 你记得几种啊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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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感谢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